因为现在的渔业视为让渔港渐渐的没落 艺术家潘翠玲还用自己的特长绘画 将台湾每一个渔港记录下来 艺术家潘翠玲的油画作品《新竹南辽渔港》 将早上的渔港呈现 随着现在渔业的没落以自己绘画的力量 希望可以将渔港的美记录下来 经过调色后更显得有特色 它是我们西部远洋渔业的重要港口之一 因为随着渔源的货缺 影响渔民的生计 所以新竹市政府就把它规划成观光休闲渔港 我是因为这个渔港我对它有兴趣 就把它画下来 那它也是我计划那个画渔港的系列之一 我目前已经完成两幅 就是希望把台湾的所有渔港都在我的画笔下把它呈现出来 作品当中的立体感跟整体的色彩深度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它表示将生活艺术化把艺术放到生活当中 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可以让每个人透过画作 将身心灵放松 史方新闻贵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